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公司可真大呀 你这怎么回事啊 扫地不长眼睛啊 孟娇 你不认识我了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我的老同学林初夏呀 我就知道你要来 我都在这等你半天了 十年没见 你一个清洁工等我干什么呀 也是 十多年没见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 你现在过得挺不错的嘛 是啊 想当初你可是咱们班全班第一啊 没想到 现在竟然人若为 走垃圾的了 但是 你放心 我呀 是不会跟咱们班同学说的 那谢谢你了 你今天是来入职的吗 是啊 我可是入职的 总经理助理 看你这个样子 应该也不懂吧 只会扫扫地吧 董经理助理 那真是挺厉害的 巧了 我也在这上班 我当然知道了 扫垃圾的嘛 我都看到了 有什么好说 你就是新来的员工陈梦娇吧 对 那个 我的职位是什么呀 跟我来吧 好的 你出现 那我就先走了 你就继续 先说扫垃圾吧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喂 你知道吗 林初夏 现在在我们公室 那你那我没有 那么说 我的这种 那我还不想 去你 去你 那我真的 可以 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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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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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真舒服 刘秘书啊 董事长 我那个老同学呢 他 你看什么呢 他在我办公室里啊 是的 小刘 我是董事长的事 先帮我保密 好的董事长 找大公司 沈墨脚怎么开公司的呀 沈墨脚 公司开的不错呀 有机会咱们一起合作啊 好呀没问题呀 有时间叫上老同学 咱们一起吃个饭 孟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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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吓死我了 谁让你过来的 我 我是进来打扫卫生的 你赶紧出去吧 一会董事长进来了 好了 我需要出去吗 这公司呀 就是我开的呀 是吗 难道 难道你不相信吗 没有 我相信你 对了 过两天呀 咱们同学聚会 你也过来吧 你也过来吧 真的吗 十多年没见了 我还挺想他们的 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吧 我带着你 不用了 我有车 开玩笑 破电动车吧 我是觉得没什么 只不过 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 班长呀 是我说你 我呀 是不会乱想的 但是咱们班同学 可都不一定哦 我相信 他们不会这么失利 但愿吧 你先把这里收拾一下吧 明天同学聚会 我应该怎么去呢 要不要开我车去 刘秘书 哎 董事长您找我 明天就同学聚会了 你说 我要不要告诉他们 我的身份啊 嗯 您这个同学啊 他十分的失利 我个人确认你啊 还是先暂时的 保密一下身份 借此机会 也测试一下他们 行 那你先去把我的车 给保养一下 好的 喂 亲爱的什么事 明天你必须帮我搞辆车过来 让我去哪给你找车呀 你不是在修理厂工作吗 你随便开那好车过来就行了呗 那都是客人的车 要是让老板发现会开除我的 我不管 如果明天中午没有车的话 我们就分手 哼 初夏 我约好了跟班同学明天中午12点吃饭 好啊 同学们可都挺想你的 明天你可别不来呀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真的不用我开车来接你吗 谢谢您的好意 不用了 对了 你搞好卫生赶紧出来 别怎么在办公室偷懒 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跟孟娇姨一样 哎 这下完蛋了 上哪里的找辆好车呀 老板 老板 干嘛哎老板 把这个车给我保养一下 三天以后我过来去 三天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回事老板 这两个车都处理不好 怎么会呢老板 三天交车 帮你满意 那还行 好交给你们了 你慢走 臭小子 有好呢 一天到晚给我整什么幺蛾子 不知道老板 放心吧 知道就行 好好给我弄 好嘞老板 好嘞 算了 也只有这样了 那不然孟娇该和我分手吧 喂 亲爱的 他在有什么好事 开什么车呀 老板快说 亲爱的 我说想跟你说 我给你找到了一辆好车呀 真的吗 那真好吧 该跟我去这同学 哎好的亲爱的 哎呀孟娇怎么还没来啊这是 对啊不是说以后就到吗 哎听说他男朋友挺有钱 也不知道开什么车过来的 就是 苏白说他们家开公司了 也没听到他们家很有钱呀 是不是骗咱们的 觉得应该不会吧 哎你看 到底到底 哎没想到他们家这么有钱 是啊 嗨嗨 嗨 哎孟娇发财了可不要忘了老同学啊 哪有咱们什么关系 你们放心 我怎么可能忘了你们呢 哎 孟娇嗯 你男朋友是不是来了 快去看看 你看看 对啊 看他哪个就像个修车的 这是 前面走 哎 你们两个都到了 林初夏怎么还没来呀 对啊他怎么还没来啊 哎 我看看 那不是林初夏吗 他怎么骑一破电动车来的呀 哼 骑个电灵车应该就是他了 你怎么骑个破电动车来的呀 我正好就住在这附近 穷就穷呗你找什么借口 我骑电动车怎么了 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还是这个德行你 难道我说错了 哎我二十年啊 我都觉得自己丢人 你也不看看人家开什么车 开的什么车 哎呀行了 初夏家什么条件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今天呀 就别难为他 行吧 我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说多了也浪费我时间 哎 苏白已经到了 我们去找他吧 我们走 哎 我们五个人 车里好像也坐不下呀 是啊 好像是多了个人 要不就有一个人走着去 反正啊 又不是特别远 就是 我看 骑电灯车应该更快一点吧 哈哈哈哈 那我自己走过去 终于走了个仙人 翻去 孟娇 我们走吧 我还没照过你男朋友的奥迪呢 那走吧走啊 这不是我的车吗 哈哈哈 走吧 哎 哎 哎 孟娇啊 这奥迪也太快了吧 哎就那样吧 我呀都做腻了 我想让我老公啊 给我买个大剂做的 真羡慕你 你看我家那个没用的 要不是我们家有钱 他才不是做这种事 行了自己有点数 别再说了赶紧上去吧 看回去做好收拾他 哎 这个零初夏怎么这么慢啊 零初夏呀应该没有那么快 就是应该没那么快哈 可别忘了人家是骑电动车来的 就是 还走不走 那那我们先走吧先不倒塌了行 这不是我的车吗 不是送去保养了吗怎么在这啊 哎你看那不是苏白吗 好像是 嗨这里嗨苏白 哎呦他现在变化真大呀 是呢你看 他以前那种伤疤的积蓄完全都没了呢 是啊 看着真有情 我您过去啊 哎苏白 有什么好嘚瑟 上学的时候连饭都吃不起 哎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刚才和孟创谈过对象呢 真的假的真的不问了 哎呀这么长时间了我哪记得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来这么晚还不如不来 哎呀 这地方真不错 早知道苏白这么有情 当初就丁边跟他分手 呀苏白哥哥好久不见了呀 苏白是我们这里面最努力的一个了 现在也算是有点成绩了 我订了个一个饭店 一会儿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那怎么好意思呀 其实我们打算AA的 就是 又白白让一个人蹭饭了 是吗 对呀 老同学这么多年见面 AA的话就见外了 没出下呀 这么多年不见 哎你这蹭车蹭荷的本事长不少呀 还不想AA 这不要理 不是的 我是想说 你们呀 也都知道初夏的条件 要不这样吧 我们呀可怜可怜 帮他把那一份出了吧 好呀 毕竟我们和林初夏不一样 就是 孟娇你 初夏 你呀不用不好意思 大家都理解 你的条件呀 大家其实也都知道 你呀就是一个小小的清洁工 哪有那么多钱呀 我不需要 这顿饭我 没事的 呃这顿饭说好了我来请 我想说的是 要不然一会儿吃饭我来结账吧 李初夏 你疯了吧 这可是你一年的工资呀 李初夏 说话钱可要想好了 你确定你能付得起钱 不过是一顿饭 我还是能请的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说好了我请就我来 哎 傅白为什么那么向着他呀 谁知道呢 妈呀 其实本来就是很好的人 只不过 他日后林初夏尴尬法 但愿是这个样子吧 我去上个厕所 苏白 最近 有没有谈女朋友啊 没有呢 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你不会 还定起我们家木匠吧 你别乱说 都十年过去了 应该不会的 哎李初夏 你这么说话也太直接了吧 你们先聊 我先去个厕所 哎木桥 机会来了 那你们先聊我也去个厕所 阿然 你这样不好吧 孟娇可是有男朋友的 他只是去秀旧 又不干别的 孟娇 你没事吧 四百 刚初我是因为怕连累你 所以才跟你分手的 哎呀好了 我过去了 咱们回去吧 走 上 孟娇 看那个样子 你回家 你关公司 当清洁工的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陈梦娇告诉你的 哎呀 同学因为关心你 所以我才说的 清洁工都当上了 还不让人说呀 就算我当清洁工 也比有些人 闲在家里强 那么脏的活 我一辈子都不会做 你是羡慕我们家有钱吧 没什么羡慕不羡慕 我更愿意用我的双手来养活自己 那你还不是因为我们家孟娇才刚刚才出门的 那真是谢谢你啊 孟娇 那都是同学 不用谢 我呀 也是觉得 去职位 社会不尊 别说了 什么样的人 就该做什么样的事 安然 听说你家工夫要破产了 这个清洁工 知道我家的事吗 别提了 他爸那些朋友都是北二老 别说了 我们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问一下 看看 有没有我能帮助的地方 你的清洁工能帮我什么呀 我看 我看我是这样的 你真的是不可理喻 你跟他说那些干嘛 咱们是来找孟娇和男朋友谈合作的 这些都是小事 我回去 我男朋友说 孟娇 有些话 可不能乱说 这样 会害了你的 雷叔家 那什么意思啊 你帮我 陈梦娇 你跟我出来一下 林初夏 你帮我出来干什么呀 陈梦娇 你知道这车不是你男朋友的吗 你说什么呀 不是他的 难道是你的呀 这车本来就 算了 我是担心你被他骗了 你抓了 不想听在这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吧 这车和公司 都是我的 你在说什么呀 这是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这车 这车我让刘秘书拿去保养了 你男朋友应该是个修车的 还不是呢 谁会相信你的鬼话 我当初好意让你进我的公司 没想到你竟然这样 哼哼 趁我相信 一个穷家庭出身的你 竟然是个董事长 我这辈子都不会相信的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好啊 我就继续挡着你 希望你这么有 能继续吹下去 学习 我会让你在同学面前 彻底丢进面子 喂刘秘书 现在马上去把车给我取回来 等我安排 不管车有没有保养好 都去给我取回来 孙子 您说这样跟你说什么啊 他呀 他记住我帮助你 他可能都有点不开心了吗 他个气啊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拒绝他了 不过 他肯定是要跟你说我坏话的 哎呀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听他在那下说的 孟娇 我已经让刘秘书去提车了 你男朋友呢 我男朋友在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还让你刘秘书去提车 去提你那样 换电动车吧 孟娇载你们的车 就是我的车 真是搞笑呀 你个臭清洁工 连奥特都买不起 你能开得起奥迪 看来孟娇啊 说的是真的 你是不是 对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竟然这样诋毁我 我有没有诋毁你 一会你男朋友来了就知道了 对呀孟娇 一会你男朋友来了 你问问她不就知道了吧 就是啊 省得有些人在那胡说八道 她肚子有点不舒服 他還會回來了 這小馬 可能還不會的 真是 哎孟正你男朋友回來了 你快問問他 孟正我有點急事我先回去 你先坐下 你上哪去了 怎麼這麼久才回來 肚子今天有急事我先回去一趟 這麼著急回去 難道真的跟林初夏講的一樣 不會吧 車真是借的 孟靖 我給過你機會了 現在你可以跟大家說明一切 你哎 你們你們都這麼相信林初夏嗎 沒有沒有只不過 你男朋友那麼著急回去幹嘛呀 他 他 他只是有事吧 我去跟他說一下 哎除夏 那車不會真的是你的吧 是啊 怎麼了 那我就說嘛對不對 哎呀 除夏最近都是我不對 你不會生我氣了吧 不會啊 我沒有那麼小氣的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 之前啊都是那個陳孟嬌 他在我們倆中間跳玻璃劍 對都怪陳孟嬌 就是 你這個廢物 你害我差點露餡你不知道嗎 你別走了 老闆知道我拿車的事了 再不走工作保不住了 一定是林初下告的密吧 親愛的 你就算怪我我也得走了 不然工作真不報了 哎 你回來 你走了我怎麼辦啊 你給他們道歉吧 他們會原諒你的 道歉 你讓我給他們道歉 怎麼可能啊 什麼破工作 不用理他們的 趕緊走 孟嬌 怎麼樣呀 哎你們朋友 到底是不是有天啊 你又聽林初下瞎說什麼了呀 本來我男朋友今天是來談合作的 沒想到你這麼不相信我 那我就讓他留下陪著我弄好了 你這麼做 你男朋友可是要丟工作的 丟什麼工作呀 今天你被開除了 哎 導遊 有些人的話 可真不能相信呀 孟嬌 我一直都會相信 你的 可是 孟嬌一直說車是他的 我也沒有辦法呀 餵 怎麼樣了 喂 左皮尚 那個電源的聲音 太動了 我还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先让4S电锁车 然后来接我 怎么样 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呀 初夏 他到底怎么能收回去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还到时候 我可是有车钥匙 你的呢 林初夏 你会是骗我们的吧 我现在不想跟你解释这么多 到时候 你就看到真相 什么都没有 不能把你骗了 你可真是笑死我了 我不说 你可扫地的怎么能开得起奥迪 难道真是骗你的 安然 你还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呀 我刚才 你还真以为你是个人物呀 谢谢 今天啊 你不跟他说过 我说过 你事呀 我算了 道歉 我倒要看看 应该谁跟谁道歉 孟娇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不信你的 没事 菜已经准备好了 咱去饭店吧 哎呀终于可以吃饭了 我们走吧 是啊我们走吧 林初夏 你就不要跟我们一起去了 我们跟你吃饭 和老弟我们早次的 就是呀我也是这么觉得 不去就不去 搞得我很想跟你们吃饭一样 初夏 别生气 他们都是跟你闹着玩的 对呀 我是跟你开玩笑 好了好了 好了菜马上凉了 来一起去吧 走走走走走 苏妃怎么这么袒护他呀 看我一会去饭店 怎么收拾他 这个车炸我炸不少火吧 还有大龙虾 哎呀这也太好气了 我会越来越兴奋他们的分手 太大了他里奥 哈哈来来来来老同学 里边请里边请 哇 你爸 这种车大下 大家都好久不见了 大家吃的开心就可以啊 来 你放进去吧 你再走 都好久不见你 我就那等你 你了 我 等他 好久不见了 我 是不是 你了 他还在一方面 阿姨 你去啦 我都好久不见了 吧 那你現在過了 早飯就滿不動 小小嗯 你剛就放了他一下 太便宜他了吧 那你有什麼好朋友 這戒指 呀夢嬌 我限量版的打算進不進了 不會吧 那可是全出限量版的 只有那麼一顆 你再好好找找 我都找了 不會是 誰把我的歌手蛋糕給我們打損了吧 這樣吧安然 為了證明我的清白啊 先送我來 啊 啊 出下你的呢 對啊 你的呢 你說啊我用的 出下 把你的衣服拿過來我看一下 那給你 呀 我的歌手蛋 呀 我的歌手蛋 安然 你可看清楚了嗎 你願望我們出下 不會的 木椒 你看這有我的名字 不是我拿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在我古代裡啊 林初夏 哼 這就是你的不對 拿就拿了呗 怎麼 還不敢承認了呀 就是 想要的話我給你就是了 我再說一遍 不是我拿的 有你這樣的同學 真丟人 是啊 我記得上學的時候 他手腳就不乾淨 把戒指給我 幹什麼 要你給你就給 這戒指是假的嗎 假的 怎麼可能 難道 這就是你偷盜的理由嗎 我才不會去偷幾塊錢的玻璃呢 你有什麼資格說我系列版的戒指是假的 不信的話可以給同學們看一下 這是不是玻璃的 給我看 我正好對設施給你了解 閃是真閃 但是還確實不像是 安然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他 肯定是那個店員他騙我 他拿個假的來糊弄我 原來是這樣 那這樣 你可得好好教訓教訓那個店員 好了好了 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 過去 那你給我好好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的戒指在我桌子 我 我 我也不知道 就行了 我買的一貨居然發死了 哎呦這麼嚴重啊 他來我來晚了 呦秋實來了 秋實來了 秋實啊 快走快走 呦 這不是秋實嗎 哎呦露肚子車 哎呦 呦 這不是 前女友啊 哈哈哈哈 好久不見 沒出現 剛才沒聽錯的話 也是在跟貓吵架 我記得 在大學的時候 素質挺高的 竟然在飯桌上讓他們吵起來 這麼沒有素質的事你都能幹出來 情人生意識 哈哈哈哈 是啊秋實你當年 也太沒平日了吧 是哪 哦啊 我就是當年的笑話扯夢嬌啊 哦 對對對對對 陳孟嬌哎呦呦呦呦呦 那你現在聽說可厲害了啊 開公司當董事長啊 哈哈哈 還有哪有啊 是嗎陳孟嬌 你現在真的開公司當董事長嗎 關你什麼事啊 你一個清潔工知道什麼呀 哎就是啊 你當初 是怎麼和林初夏在一起的呀 哎呦 你當初啊 天天纏著我 別吹了 當初是你追的我吧 你跟我少說兩名 小型老子偷你確實啊 都是老同學 不要太過分了 四百 不是沈默教的前男友嗎 你怎麼這麼替你住下手啊 我只是看不慣你這麼欺負你爸 多年沒見 沒想到你竟然編成了這副嘴臉 你知道老子現在是什麼身份嗎 我是天氣公司 新上任的總經理 你不是我嗎 你的故事 你吹牛吹到天上去了吧啊 哈哈哈哈 爸 你好猴啊 秋實 你還不知道吧 初夏可是在天氣公司 不高了 清潔工哎呦 清潔工啊 在沒遇到你之前 老子還真不知道自己有那麼牛呢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我勸你最好低調一點 不然早晚有人收拾你 那是我哥 我說呢 原來是和關係上位啊 哪像你啊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只能在我們公司當個清潔工啊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明白 老子的事也是你一個清潔工 說明白就明白的嗎 你太過分了 老子 就是夠了 你不過是個分公司總經理 沒必要那麼狂傲啊 蘇白 我勸你別給老子多管閒事 我要沒記錯的話 你應該還有份合同 沒想到 你們一個個靜電的種子 狗眼看人 哈哈哈哈 就 你別給老子 臭清潔工 清潔工走了 清潔工就不配獲得別人的尊重嗎 尊重 行啊 尊重 今天就讓你 尊重 從這跨過去 去 走 別人 彈出去啊 你快痠吧 這可是你當清潔工 多少年都抓過來的呢 你們不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行啊 你們竟然一個個如此欺負人 臭 Buddha 喂留秘書 現在馬上帶一百萬先去開奔驰人見網 呸 才奔驰 臨初夏 你算了吧 你就給秋時道個欠 他又反� sunshine 你何必不給自己找台階下 道歉 憑什麼要我道歉 你們一個個如此勢力 要我給你道歉 我給你臉不要臉 還奔馳 還100萬 我就看你今天晚上能把錢拿過來嗎 你哎呀別吵了 先吃飯吧 哎 就先吃飯吧 你何必跟這種人一文件事 一個是前男友 一個是暗戀多年的秋實 我應該選誰呀 哎 算了 秋實再怎麼樣 也才是個分公司的經理 可蘇白畢竟是自己的公司 呃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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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悟覺 你想什麼呢 吃飯 安然 你能幫我弄嗎 豬陽 我使得連性都使 你還幫我腰一次呗 小事 你這就幫你的 若白 這是孟家的手機 你等等 啊 這麼叫不就是要個電話嗎 老頭卻應該的啊 是啊是啊 你男朋友不會介意吧 會不會他呀沒那麼小氣 那就行以後長年戲啊 好了我們開始吃飯了 孟佳 你媽怎麼謝我 然後以後跟他好啊 你怎麼出去呢 對嗎 嗯 木舟這個月可真好吃你嘗嘗 不要 真是不好意思 我呀也喜歡吃這個 哦 青菜吧 這麼昂貴的青菜 我想你一定沒有吃過吧 對啊 我還真就喜歡吃青菜 什麼 青菜也是你這個清潔工能吃的嗎 你就不配跟我們一桌吃飯 清潔工就不能吃飯嗎 我靠自己的雙手賺錢 靠你們了嗎 你付錢了嗎你付得起嗎 沒事說好我請的嗎 哈哈 還真的有人 舔著臉來蹭吃蹭喝啊 這頓飯 我可以請大家 又跟老子的吹牛 比第一百萬呢 這不值嗎 放心 會來的 你們等著好了 我看你一會 怎麼收場 哎呀秋實 你說你和一個清潔工一般見識幹嘛呀 也對 像我們這種身份的人 怎麼能跟一個清潔工去角 你們一個個都覺得自己很厲害是不是 一個個都看不起社會底層 覺得自己很高貴是吧 老子就瞧不起你了怎麼著 大家都是靠雙手努力賺錢養活自己 誰又比誰高貴 哎呦 看你生氣的樣子 多招然心疼啊 老子就喜歡看你 被欺負還真意領然的樣子 哈哈哈哈 我 這麼多年沒見 脾氣見長啊 有個性 哈哈哈哈 請你記住你今天囂張的樣子 我一定會讓你為今天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我好害怕呀 我的前女友 你要讓我怎麼付出代價 這樣吧 你要答應我繼續做我女朋友 我就放了你 哈哈哈 就是你 你 做夢 你住下 別跟你臉不要臉啊 讓我重新和你在一起 不可能你 讓你做我女朋友 是看得起你 做我女朋友就不用當性結功了嗎 我就算當一輩子性結功 我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當初真是個偷看的你 你 你算什麼東西 不實相 給你機會都不找中國 就是 他就是實相 也對 一個臭清潔工 脾氣還不小呢 我當清潔工我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社會 對得起任何人 不像你們 一個個狗障人士勢力啊 不就有幾個臭錢嗎 有什麼了不起的 哎 就是了不起 你能怎麼樣 當今社會 有錢就是我 有錢就是真理 你 你不會還相信所謂的正義吧 真是可笑 沒想到你的三官 已經和你的五官一樣歪了 有錢就是萬能的嗎 有錢就可以践踏別人的隊員嗎 錢不是萬能 沒有錢 是 老子就是有錢 老子就是狂 你能怎麼樣 真是無可救藥 你給我閉嘴 你一個臭清潔工 在這說什麼 你太過分了 我一定要讓你付出代價 哎呦 我好害怕呀 啊 你趕緊讓我付出代價吧 不要看看你的本事 對了 你的100萬 你的奔馳呢 到現在還沒有過來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恐怕呀 還在裝電池吧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 啊怎麼了 你沒事吧 哎呦 怎麼了怎麼了 你這人你怎麼開車的呀 開車不攘眼呢 把我車和人都做了 哎呦 哎呦 這話怎麼說的 我車停那還沒有拍呢 是您撞上來的呀 哎你這人 因為就是你把我撞了 你怎麼還不承認呢 兄弟 你看我有急事 你讓我先走好不好 你,你這人家怎麼這麼難聽 你這人說話怎麼這麼難聽 我車和人摔了 是事實啊 今天 不給錢 你這人說話怎麼這麼難聽 你這人說話怎麼這麼難聽 那我還就不用你寄 我會遇到什麼事了吧 多少錢 你看 小姐碰藏 我不管 反正這裡又沒有監控 我就是和你 沒有監控是吧 那我還就不用你寄 啊 啊 一分錢 看來今天啊 這一百萬現金和豪車 我們是看不到了 某些人吹牛呀 還真是不打草稿呀 唉好了好了 大家也吃的差不多了 一口能我有事 我就先走了 我會把蛋給大家買了 艾蘇白 有空 我們嘗聯繫啊 哎好嘞大家一口嘗聯繫啊 我們走吧 艾蘭 就不我們一回去吧 好呀我們 我們就不陪初夏那個吹牛皮 我呀開車對你回去 那太好了 那就讓您初夏 自己一個人起電動車回去吧 哈哈哈哈 啊啊秋實啊 啊 那不你跟我們一起回去 開車帶點 哎 行 林初夏 今天 玩了 哎 那家 嗯 走走走走走走 這個遊戲說怎麼回事 能到現在還沒來啊 算了 先跟我去看看 這頓飯啊 我算是吃了 我們一會兒去逛街去吧 哎二人 我還有點東西沒拿 你們先去我一會兒就到 行好的你先走吧 行行行好慢點慢點 哎老公 啊我們倆一會兒還有點事 你先走吧 臭女 喂親愛的啊你在哪呢 啊我我我我那個去接你 我現在去接你 哎 你說可怎麼辦呀 怎麼了 我男朋友呀 肯定不會輕易跟我分手的 那你可得想好了啊 你二十五號和紅手 所以他肯定不會跟你在一起的 那可不行 我呀 一定要跟蘇白在一起 我得想辦法跟他分手 哎 別說這個怎麼來了 他太不好吃了 走市長 對不起 遇到了個碰�的耽誤了時間 算了你趕緊把鑰匙給我 好 是時候我該見你 我就去同學了 你在這兒等我吧 好 好 好我就接你 好 李明杰 陳夢嬌他們呢 前面聊天呢 哎 那不是臨出線了 他怎麼來了 他不是不坐車的嗎 這是還想被我們羞辱呀 就是他 走 李出嫁 你這麼想讓我們帶著你啊 就是 帶我 你拿什麼帶我 拿什麼帶 那當然是我的奧迪咯 你確定那輛不屬於你的車 能打開嗎 你真是笑死了 我打不開 難道你能打得開啊 就是 也不看看這是你能坐的車嗎 我能不能坐 一會兒你們就知道了 他怎麼會有一模一樣的鑰匙 你這是從哪偷的和我一模一樣的鑰匙呀 誰鑰匙是偷的誰心裡清楚 你胡說什麼呀你啊 你既然這麼不信 那這就把我的車打開咯 就是啊 也不知道是從哪弄來的要什麼行 那我要看看 你怎麼把那輛車開走 我叫我們走 不理他了 既然有人這麼不識趣啊 那我就開給他看咯 我的車怎麼開不了了呀 我開了呀 就是打不開啊 不用試了 這車已經鎖了 這把鑰匙 已經打不開了 鎖車 怎麼可能啊 他笑了 哎呀 你怎麼這麼敲偷跑啊 你怎麼又跑他那去了 我 我跟車下 那些是這個偷跑 真是 你這怎麼打開車車對吧 我當然能打開了 怎麼樣 車是不是開了 我 你 你什麼你啊 超出我們離開他這次去 超出 這車鑰匙一定是他趁我吃飯的時候偷走的 安然 你怎麼那麼容易被他騙啊 孟嬌 我 我 孟嬌 你知道你這叫強行戰友他人財物嗎 我 孟嬌 從前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如今你卻這樣對我 我看你都快要被氣死了 陳孟嬌 你 對你這種人根本就不用講複製 明天等著說詞對信吧 你你你竟然敢打我 你 呦 林初夏 哈哈哈哈 你這是沒被我羞辱夠嗎 不要太囂張了 哎呀 人家清潔工可是有本事的狠呢 秋實 剛剛你不知道 林初夏說是要死退你 哈哈哈哈 你一個清潔工要開除我 誰給你的本事 陳孟嬌 我並沒有得罪你吧 我就是看不慣 以前 你讓秋實天天跟在你屁股後面 光環都是你的 他到底哪裡比你差 憑什麼 陳孟嬌 你不要太過分了 過分 哈哈哈哈 我怎麼覺得不過分呢啊 哈哈哈哈 哎呦呦呦 你到底想怎麼樣 哎呦我還是念舊情的嗎 想跟你開個玩笑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呢 秋實 剛剛同學會你上來之前 他偷拿了我的車鑰匙 你呀 現在是不是嫌丟人想跑呀 林初夏 不是我說你 高攀不起的東西 就不要攀了 偷的就是偷的 誰拿了誰的車鑰匙 誰自己心裡清楚 我顧念咱們閨蜜情分 我不想戳穿你 你 一個貧困家庭出身的人 還想擁有豪車 真是吃人說夢 我是出身貧寒 但是我所掙的每一分錢都是我努力所得 是我的 就是我的 窮就是窮 廢話咋這麼多呢 別忘了自己的身份 十年的同學情意 就換來你們這麼視力相待 哎 你可別說咱們是同學 你一個清潔工 說出去都丟人 是啊 我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再看看你 一個破清潔工 要是我的話 要是我的話 就找個地方鑽進去 不出來 哈哈哈哈 真是無知 哼 你信不信我開除你 開除我 怎麼了 我們陳孟江 開除一個破清潔工 有什麼問題嗎 真是可笑至極啊 朱夏 我奉勸你去 不要為了爭一口氣 考得連個清潔工都當不了 哎呀 這樣 老子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下跪道歉 我們就不開除你了 你覺得怎麼樣 哈哈哈 真是可笑 你們等著 我會讓你們今天做的事情付出代價的 把我的奔馳開過來 又是奔馳 你還沒睡醒吧 就是 你的奔馳 抓上電池了嗎 到現在還不來 哈哈哈 董事長跟您要是 呦 還真是奔馳啊 林初夏 你這吹牛吹上天了 還請個串場演員來演戲啊 我們走 我跟你說 如果不是因為你是我們董事長同學 你是不可能在天喜公司上班的 林初夏 你就是從哪兒找的串場演員呀 這一唱一賀的 你以為我會信嗎 不用管他們 一群跳樑小丑而已 會受到制裁 小丑呢 你們是小丑你 哎呀 柳秘書 柳秘書 你沒事吧 哈哈哈秋實啊 你這是要把他們打回農村老家的節奏 對於這種騙子 就要重拳出擊 哈哈哈 記住你們今天的行為 我會讓你們後悔都來不及 哈哈哈 我好害怕呀 我倒要看看 你怎麼樣讓我後悔 是 林初夏 不會真的是董事長吧 從家庭出身的他 怎麼可能是董事長 假的吧 對走 咱們去看看 看他呀 到底是真車還是假車 看吧根本就沒有 這奔馳怎麼可能是他的呢 玩具模型吧 鑰匙呢 完了 鑰匙丟了 那可能是 在幹什麼 那我們趕緊回去找找吧 拿個假鑰匙糊弄我真掃屁 哎這樣吧 開我的車去逗逗風吧 哇這麼好的車 這車好嗎 我不知道這可是限量版的哦 哈哈哈喂 雅 林修夏 你怎麼來了 把車鑰匙給我 離我車遠點 什麼 你的車 你這個圖老帽你知道這是什麼車嗎 某人拿了我的車鑰匙 現在還在這耍無賴 我堂堂的一個總經理有一輛奧迪 有這麼奇怪嗎 而你還想開奧迪 哈哈哈說出去 笑掉大牙 哈哈哈我不想跟你們說這麼多 我現在要回去你把鑰匙給我 我著急回去有事 陳凡交的車 憑什麼給你 你笑什麼 這車就先送給你們 下了車想還給我10輛 我都不會給你這個機會 憑什麼 你瘋了 這兩個沒用的東西 搞得我連兜風的心情都沒有 沒用 走吧 我們走 哎親愛的咱們往上去說什麼事啊 親愛的咱們往上去說什麼事啊 哎 親愛的咱們往上去說什麼事啊 哎 親愛的咱們往上去說什麼事啊 親愛的咱們往上去說什麼事啊 那不是您說下嗎 哎你知道他最近在幹什麼嗎 他現在是個清潔工 哦 哎 咱們過去幫幫他吧 再監視一會 哎哎 怎麼打不到車呢 你要愛人發現咱們倆肯定饒不了我 可是我看了他朋友好像受傷了 咱們幫幫他吧 會best怎麼了 咱們去醫院 哦快 你先拉ERS 你先回事 吳小慧 李明傑 今天真的是太謝謝你們了 要不然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雖 这个老名学你最近在干嘛呀 我们可是要去大名鼎鼎的 天启飞名区上班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用信息 没应聘上也比你个臭清洁工巧 你们什么时候去应聘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联系到那边的人事部 正在想办法 这不能 我帮你们打个电话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他不是明杰不是故意的啊 明杰你别这样 就你一个破清洁工 还打电话让我去天启分公司上班 你逞什么呢 我是不是清洁工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你现在怎么变得跟陈梦娇他们一个德性 什么意思 我就是瞧不起你这个清洁工 林初夏 你上学的时候多风光呀 没想到你现在是个破清洁工 你真是什么活该 李明杰 咱们现在混的也不怎么样啊 就算我混的不怎么样 也比这个破清洁工巧 同学一场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势力 你这样的社会最底层根本不配做我的活 李明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想当年 云初夏也是咱们全班的第一呢 咱们别看他现在赚了多少 我相信凭着他的努力 他一定会成功的 成功什么呀 像他这种咸鱼 一辈子都不可能翻身 打赌 你现在是个破清洁工 你以后是社会的最底层 李明杰 你怎么这样啊 谢谢你今天带我回来 顺便我也谢谢你 让我对人性又长了一次见识 明天你去天启硬屁 会有好消息的 明天的天启 我也不会缺席 明天是个天启公司打好卫生吧 垃圾 李明杰 你怎么这样啊 搞了他跟天启董事长一样 我们还得看他脸上吃饭 刘秘书 董事长 这次的同学聚会啊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接下来的事情 我应该都知道了 现在 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 董事长 您尽管分货 首先 把陈梦娇立即给我辞掉 然后 把分公司经理的底细 给我查清楚 好的 马上会有我的老公学来应聘 让我亲自来应接他 好好 秋实啊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岛啊 哎呀你好坏啊 陈梦娇 正是同时你 你被辞退了 以后不用来上班了 什么 凭什么辞退我呀 这是董事长的决定 你快走吧 你 你真的是董事长吗 怎么 收到辞退信 应该很开心吧 别说 董事长 你知道以前的事情都是安然指使我的 我们以前关系那么好 那 以前羞辱我的事 也是他指使的吗 对 就是那个贱人 朱夏 你不会真的生我气了吧 当然不会啊 朱夏 都是我不好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是吗 那我让你扇自己巴掌 你愿意 我愿意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朱夏 你只要让我留在公司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那好啊 你去当清洁工吧 把厕所打扫干净 哇 这就是天气公司呀 好气派呢 这大合同要是签成了 我爸的公司就不会破产了 呦 这不是那谁呀吗 当然 你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大名丁丁丁总吗 你怎么在这打扫卫生了 我我不是一直都这么朴素玩了 这家公司真是你的 哼 你这个强头头 看我待会玩死了 啊对啊 那个初夏打扫卫生太累了 在我办公室睡着了 我就帮他打扫打扫 你也太好说话了 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他 哎 走 哎 这是你个清洁工赶来的地方吗 快起来 你个臭清洁工也配坐在这 你个臭清洁工还会写合同呢 立马给我起来 我不想说第二次 否则 我让你追悔墨迹 哎呀 难道你忘了吗 哼以前初夏 太子梦班可是全门第一了 来来 让我看看 你到底能写出什么来 这不是跟我爸爸出现的合同吗 你怎么会有这个 因为我就是这家公司的C B O 我什么 天启集团总继长 就是我 啊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阿雅 你 吃点胖 快到七秒再不到你那我就完了 现在跟我道歉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董局长 你坐哪了 我坐在 没有早点瞅瞅你 你太过分了 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 我只是不想跟你们记住了 还真有风度啊 像你这种骗子就应该吵穿你 哎呀 你这话说的 可真是 一针尖血 你不要太嚣张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如何制裁我 啊 喂 刘秘书 你打电话给大安集团 你跟他说 他的宝贝女儿 来取消了这份合作 还在这装强做事 哟 还不肯紧跟董事长道歉呀 我凭什么跟一个清洁工道歉呀 喂 爸 什么 撤资 怎么可能啊 这回你相信我是天启集团的董事长了吧 林初夏 这次我真错了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我一个清洁工 有什么能力帮的呀 陈梦娇你这个贱人 你害得我们家生意全没了 你跟我发什么脾气 要不是你巧人得知 你今天能这样吗 我不管 你赔我们家的和督 把小哥拿开 你个视力眼墙头草 好了 你们俩不要吵了 赶紧给我出去 初夏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次你就原谅我吧 我 太好了 这次他一定会原谅我的 我没有你这样的同学 我不乖 赶紧出去 陈梦娇 你这个贱人 你陪我们家合作 喂刘秘书 把分工做的总经理给我叫过来 修实如此嚣张 不如我亲自去趟分工夫 看之间 董事长 分工夫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 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以后去趟 不用了 你通知他不用过来了 我打算 亲自去一趟 对了 把我的保洁食堂给你 您要穿这身衣服去吗 可能又要当一次保洁员了 我倒要看看 当公司那边到底是什么 还有啊 把公司闲递准给人用上厕所 好的 没问题 去了 我怎么扫兴 下手 知道了 谢谢大 星期的奥迪做的感觉如何 大哥 这好像不是我的责任吧 是你逆向行驶当中我 我逆行我乐意 谁让你这破车在这等我 我这可是新车 哟 这不林初夏吗 琪琪 是你啊 好多年没见了 上次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来啊 我去不去关你什么事 我听孟娇说 你现在可是很有本事 是个亲家工的 怎么还开个小破车呀 怎么还认识啊 他呀是我高中同学 我听说 现在是做亲家工了 没想到 你也和他们一样 为什么话呢 现在你把我的车撞了 你打算怎么解决 大哥 我说你这穿的正正经经的 怎么还不讲道理呢 道理呢 我都懂 但是 我这么有钱 我跟你讲什么道理啊 今天 我可算是长见识了 我告诉你 今天没有十万块 你别想走 天哪 你也太会玩了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 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 怎么了 现在你把我刚提的新车给刮了 你还有理了 说话归说话 你能不能别总是动手动脚的 我告诉你 今天手艺分都不好使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 有人那项行驶把我车给撞了 还管我要钱的 你开个破车说什么说 我说是你撞的 那就是你撞的 大哥 你可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亲爱的 你可不知道 我们临初夏呀 现在可是个清洁工 他哪里能拿得出十万块钱呢 是啊 瞧你这一身穷酸样 我告诉你 没钱就别出来瞎溜达祸害人 这破车 也是你借来的吧 对 这车就是我借的 想要钱 一分都没有 哈哈哈哈 我的天呐 瞧你这一身穷酸样 说话倒是挺硬气嘛 你信不信我用钱可以砸死你 用钱砸死我 我还就真不信了 懒得跟你们磨叽 哎 怎么还想跑了 是啊 临初夏 把我们车撞了 再跑 这才好吧 琪琪 我劝你 少和这种人在一起 我和谁在一起 关你这个臭清洁工什么事 连开个破车都是借的 看到没有 我亲爱的送我的戒指 限量版的 恐怕你这个清洁工 打一辈子工也买不起吧 真没想到 你们一个个 现在竟变得如此模样 你这个人怎么废话这么多啊 老子有钱就是王道 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而已 我还用你提醒吗 给我废什么话 你不要太过分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动不动就动手 我还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怎么着 我就问你 这十万块能不能给 你真是不合理 够倔啊 这样吧 我今天就给你个机会 跪下来 给我亲爱的道个歉 这钱呢 我就不问你要了 亲爱的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临初夏 别怪我不顾情意啊 看在十年老同学的面子上 你今天给我跪下道歉 我没去放过你 我算是看清楚你们了 这样的自己开着豪车 有点钱了不起是吧 要钱是吗 行 喂 现在 立刻马上 给我带十万块钱过来 我被碰头额钱了 董事长 好的董事长五分钟后就到 董事长被额钱了安保部门速速集合 五分钟 十万块就到 林初夏 你能拿得出钱吗 给你个台阶你就下 别死摇面了 我倒要看看 五分钟后你能不能拿出十万块 要是拿不出来 你就给我跪下 一言为定 林初夏 五分钟可到了 你钱呢 还废什么话 赶紧给我跪下 好 你们这些势力小人也太猖狂了 竟然欺负到我们董事长头上来了 他是我们天启集团董事长 今天微服司法才穿成这个样子出来的 竟然被你们这些小人欺负 你就是天启集团董事长 这里是十万块 亲爱的 怎么可能啊 林初夏他可是穷苦家庭出身 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啊 你给我让开 都是你这个贱人挑拨 不然我怎么会对董事长动手 哎呀董事长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道您还爱搞微服司法这一套 这钱我怎么能收呢 不是我断了您的车 我给你钱吗 哎呀 刚刚是和您开玩笑呢 明明是我逆行 不小心撞到了您 您看看我请您吃顿饭 给您赔礼道歉 做好我们俊豪集团男士的项目 还要找您签字呢 俊豪集团 你怎么知道我要签男士的项目 我们是合伙人呀 哦 真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 居然是在这 咱们不是不打不相识吗 知道吗 你教会了我一件事 浴室呀要冷静 刚才我又认真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合作 没有必要了 哎董事长 咱们之前不是太好了吗 我们公司可是很有诚意的呀 你们真的以为 仗着自己有点能耐 能耐用怀吗 真是口笑的 对对对 董事长您说的都对 都是我不好 小的油颜不是泰山 董事长你别生气啊 我给你这个不是 就你这德性 怎么跟我合作 这下 你能让我 这样子都得不找 你給我讓開 都怪你這個賤人怪我好事 送給一句話 有德而富貴者 從富貴之事 無德而富貴者 從富貴之事 哪有事 好的 抓緊抓緊去先生左邊左邊左邊 你怎麼會有事 馬上就要吃雞了啊 抓緊抓緊 經理 今天有人來用信 那不是人事部的事嗎 人事部今天休息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知道了 哎好可以可以可以抓緊時間上 類告 彼頭安製 sí 正門削花贈給你的錢 趕緊出去 還不走 要我請你出去嗎 我想問一下你們經理貸inal 我想見他 你想見我們經理 你看看你 是清潔工嗎 哎呦臭死了 乾脆我滾出去 你怎麼說話的 我今天還就非見不可 什麼 董事長馬上就到 啊誰在這大小大盜的 董事長馬上就到了 崔哥這個臭清潔工要見我們經理 真是可笑 就你這樣呢 有什麼資格見我們經理啊 江貝把他給轟出去 好的崔哥 趕緊給我出去不然對你不客氣 趕緊給我出去 你們平時就是這麼對待客戶的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身份 他好意思說自己是客人 但凡上門來者都是客 你們平時是怎麼接待的 關你什麼事 你一個破心結都懂什麼 沒想到啊 我分公司的員工一個比一個勢力 我還真是小瞧你們了 好大的口氣喊你就這麼廢話了 快給我滾 哎 經理 哈哈哈 這不是優秀的清潔工 林初夏嗎 你來幹什麼啊 你是來應聘另一輩清潔工的嗎 哈哈哈 經理你認識他嗎 這麼一說的話 我要跟你隆重的介紹一下 這位曾經是我十幾年的同學 還死皮臉臉的追過我呢 哈哈哈 就是 你還真是不要臉 我們經理魅力無限 那你也不看看什麼身份 配喜歡我們經理嗎 對啊 我怎麼能配得上 你們總經理這種人呢 經理 你都不知道這個臭清潔工有多過分 他還推我 是嗎 你這個臭清潔工 又欺負到我的人口上來了 經理 你可要幫人家做主呀 我的手好痛啊 哎呦呦呦呦呦 別急 看我怎麼收拾他 林初夏呀林初夏 本來我們的事就這樣結束了 你竟然又不知好點的找上門來了 我看你能拿我怎麼樣 經理 其實我的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這個臭清潔工 還說公司是他的呢 我都替經理忍不了 林初夏呀 到現在還在吹 我告訴你 同學聚會的時候我就忍你很久了 你還沒有吹夠嗎 原來是個慣犯啊 怪不得這麼沒念沒疲 清潔工一直是你們給我的頭銜 我可是天啟集團的董事長 你到現在還抽不要臉 你要是董事長 我就是董事長的爺爺 秋實 你真的是無藥可救了 我看在咱們同學情意的份上 一直還想再給你個機會 看這樣子 難道剛才說的 是張致力的事 董事長 您消消消消消消消 這一切都是誤會 都是誤會 咱先到裡面坐著先歇著 崔哥你別開玩笑了 他穿成這樣 怎麼可能是董事長 你們是新來的吧 我之前沒見過你們 你們不認識我呢 也正常 什麼董事長 現小孩的吧啊 哈哈哈 崔哥 你可千萬別得騙了 他就是一個清潔工 你說的是真的嗎張天理 可是總公司真的來電話 董事長真的來了 對呀崔哥 一個董事長 肯定不會是這樣的 啊 穿著怎麼了 你們就非得以貌取人嗎 你們穿的好 就覺得自己很有優越感 就可以看不起人嗎 我真是受不了你了 竟然讓一個清潔工 在我面前嚇著你 住了 咱們還是把事情搞清楚 你還是覺得中毒啊 現在事情已經這樣了 他就是清潔工 你們都不相信我嗎 哎呀相信 經理我們都相信你 張經理你先別衝動 我先打個電話合適一下 要不然咱工作都不保 我這一家老小孩都指著我吃飯呢 先等快啊 但小白 要是這個女的真是董事長 我可是要工作不保 還是保險起見 連初夏 你還求我 ace 我想我 到時候希望你別求著我 求你 我會讓你跪著從這出去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麼讓我跪著出去的 你先带我去辦公室吧 奇怪了 打電話沒人接呢 怎麼樣 他就是個冒牌貨吧 哎跟你說 電話沒打通 他們一會兒會給你回電話的 你先帶我去辦公室吧 哎 你這個抽清潔工給你臉了是吧 還要到我辦公室去 你要是耽誤了我的時間 這個責任你負得起嗎 他真的臉 萬一他要真的是這種話 把這秘書的東西做 我可不想做這份工作 崔哥你不要害怕 他就是有一個同學 我還不知道他嗎 出了事我負責 你自己說的 哎呀真理你可真厲害 你記住了 這個是你自己說的 總公司來聽話 喂 是總公司嗎 哎 你好我是老小咋了 真正的董事長進來了 秋實哎好久不見啊 好久不見 這個上學的時候 就感覺沒有獨特的氣質 沒想到 真的成為董事長了 哈哈哈哈 啊啊 呃對呀 這才是真正的董事長啊 他這個冒牌貨 你膽子咋這麼大 幹冒充董事長 你會為你這一巴掌付出代價的 還有你 是幹什麼來的 有次來哎 我們董事長肯定是來考察的呀 關你什麼事 對啊 關你什麼事一個冒牌貨 董事長 董事長你有所不知 董事長你有所不知 剛才啊 這個清潔工一直在冒充您呢 還好您來得及時 冒充人可是犯法的 你想過後果沒有 後果 你想過誰呢 沒想到秋實現在這麼勢力 還要知道我不是董事長 一定會羞辱我一個 哎接大少爺 您就該告訴他 您是不是董事長 你錯我就是董事長 怎麼樣 看到了吧 這才是真正的董事長 您要排庫 我呼出去 崔哥 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了 這個清潔工怎麼看也不像董事長啊 還是小米總 哈哈 咱還是先等總公司回電話確認一下 這可不是什麼小事啊 還回什麼電話呀 董事長就在這呢 你還想不想幹了 就是 咱倆質問差不多 你別太過分了 差不多 他可是我的老同學 你們算什麼東西 其實不是不能算的 我知不知道的 不時候光 你呢 我常常來成績 住宗 你是您馬上的 好 好 生日 再甘迫 Measure 命 就是 真是勾障的事 還是先不要到他 哈哈 哎呀這種感覺真爽啊 所有的人都得聽我的 哈哈哈哈 你們姐 哎沒事啊哈哈哈 你手裡拿的應該是就業合同吧 我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你應該是來應聘的吧 完了還是怎麼知道的 你胡說什麼呢 我有沒有胡說 你把合同拿出來 給大家看看不就知道了 是我的東西憑什麼給你看 對啊 憑什麼給你看 你有什麼資格看 哼 我看你是心虛了吧 現在跟大家說明一切 還來得及 要不然咱先看一下吧 這可死我吧 看就看呗 有什麼不能看的嗎 這還真是就業 什麼 不可能啊 你明顯 這是怎麼回事啊 我我一定是拿錯文件了 看來 這個人的身份真的有問題啊 他又不是董事長 我豈不是完蛋了 李明顯 你過來一下 就是啊 這會兒被人照著 看你怎麼想照著 這回 我看你還是不原意 李明顯 你到底是不是董事長 什麼 別置之物 那就是冒牌貨了 我本來就是來面試的 都願意 非說我這是我董事長 這怎麼收招 不讓你說 你怎麼收招 你好 啊我們這呢 這個出現了 兩個董事長 一男一女啊 請您核實一下身份 我終於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不會呢 您初夏不會真的是董事長嗎 就行 我得拔去拔去 初夏 初夏 之前都是跟你開玩笑的 你不會真是我氣嗎 張經理 我很笑氣的 這回 你真的被解雇了 初夏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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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杰 我就知道你是跟我開玩笑的 哈哈哈哈 秋實 你也太強頭草了吧 你剛才還說我是董事長 現在怎麼又跑到他那去了 我呸 你這是幹什麼 幹什麼 你以為你真的是董事長 你就是一個抽清潔工 哈哈 太爽了 剛才還要解雇啊 你們欺人太善 真沒想到 現實社會竟然把十年同窗變成了這副勢力模樣 我們會再見 你還要解雇了 哈哈哈 吹牛逼呢 哎呀 你瞎呀 你差點撞到我 大家對不起對不起 你叫誰大姐啊 下長點眼 這好怎麼辦 哎 哎 時間快到了 車主還不來 哎 有了 哎 哎 站住 小姑娘 這車是你賺的 是我賺的 多少錢我賠給你 小問題 你走吧 我這車有保險 哎 站住 小姑娘 這車是你賺的 這車是你賺的 多少錢我賠給你 是我賺的 多少錢我賠給你 沒事 雖然我賺錢不多 但是 我有點對我的行事負責任 不用的 你客戶點的攤 可要著急了呀 那那那謝謝你了 你這個土豹的在我車子幹嘛 不好意思先生 剛才我不小心把你的車給刮了 你這個土豹的在我車子幹嘛 你知道我這個車多少錢嗎 我這可是上個星期剛騎的 你看你需要多少錢我賠給你 賠錢的話至少 這個數 五百是吧 我現在就給你 你當我是乞丐的 我說的是五萬 你這個七 也值不了這麼多錢吧 你一動什麼呀 我這個車 可是進口的 進口的也不止五萬吧 哎呀 小妞 你還挺有個性啊 錢我會一分不少的給你 但請你尊重人 謝謝 你好 董事長那樣的錢拿過來了 錢給你 我可以走了嗎 我呢也是個好人 以後呢再也算是朋友了 想去天氣專班 記得聯繫我 一會雷瑞公司的負責人過來談合作 你去我辦公室把文件拿過來 好的董事長 這水都沒擦乾淨啊 哎呀 這不是土包子嗎 你怎麼在這 你來這幹什麼 也沒有人跟你說 我是雷瑞新公司的 總項目負責人呢 也是 你說你一個打掃衛生的 知道也沒有用 老子的本事 大得很 要不要老子給你找一頓 輕鬆點的工作 你想怎樣 這俗話說 不打互相識 咱們也算是 老朋友了 誰跟你是朋友 呀 小姑娘 你還覺得很啊 哥哥不是也是想 幫忙你嗎 謝謝你的好意 那可不 老子的本事 搭得很的 只要哥願意 你個臭打掃衛生的 還給你臉不要臉啊 記住你今天的態度 你完了 嘿 你這個打掃衛生的 影響老子的心情 住手 哎 這不是我 上大學時候的第 第178位的前女友嗎 李春 怎麼是你 你怎麼能欺負人呢 喲 你怎麼送去外賣了 前女友 你跟以前沒變 還是那麼愛管閒事 你怎麼可以動手打人呢 有什麼事不能好好商量嗎 你說你都 黃黃加深了 你咋還惦記起我來了 小姐姐是好人 他之前還幫過我呢 你們之間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誤會 能有什麼誤會 你 你要是得罪了我 我讓你在這家公司 混不下去 是嗎 那我倒要看看 你怎麼讓我混不下去 我要是說錯了我的背景 我能嚇死你 我好怕呀 那你說說看呀 天啟分公司的經理 秋實 那是我表弟 他馬上就要來走牧師認職了 又是秋實 是你表弟呀 那你可真是了不起 怕了吧 這可不是一個你清潔工 可以得罪的情 是嗎 可是我今天就得罪了呀 IRS 五年 抬討 dije快 Ecu処老 estoy Grey 只要今天你 還挺總是 只要今天你 會在這裡 給我喝三個 triang 這個小龐霜 你這個小龐霜 我就可以了 這比酒魚還要 你這根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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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想拴我 這雙手 打破多少一個 哎呀 嫂子 現在知道錯了吧 啊知道了知道了 姐姐你放开我 九种你给我等着别走 你完蛋了 等我表弟一来 立马把你解雇 又是亲戚 看来这分公司的亲戚还真是多呀 这关你什么事 整个公司 都是我表弟的人 公司明文规定 不允许亲戚之间有业务往来 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呀 怕死吗 山高黄殿远的 天启公司董事长 他是不会知道的 他现在知道了 不会说 你就是董事长吧 真是笑死我了 谁呀 在天启公司 有这样的情 表弟你来了 就是这个青菜公 快帮我收拾他 哎呀 怎么又是你呢 怎么 你还没有说到他自己信呀 你吹牛都吹到街上去了吗 啊 你要是董事长 我就是董事长的爹 我相信这位姐姐 就是天启公司的董事长 他就是我一个老同学 现在就是一个臭清洁公 你好大胆子 竟敢冒充天启董事长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用你的当前 踩到了天启公司的地板 你就是雷瑞公司 刚上弄的销售副副副长吧 对啊 我表哥就是雷瑞公司 是永远高他不起的 哈哈哈哈 你们知道得对他是什么后果吗 后果 得罪一个清洁公 能有什么后果 娘娘 就是想要钱吧 这 要不然就把他这钱算了 可以啊 除非 我 我 每个人都 我希望 你们不要为脱火说的话而后悔 后悔 我好怕他呀 就算是天王老子在这 我都不害怕 更何况 请别过 去 我 你 不止好歹呢 赶紧跪下来交生结业 这笔钱 你们两个人一辈子也赚不到 哎呦 你們這倆是撞不下去了嗎 天氣功夫是你們反而不然相同嗎 靖靖 你們哪兒沒想去 我相信你就是這東西的 別理他 趕緊把他開手吧 我相信你就是這東西的 我相信你就是這東西的 illustrated這東西的 這個東西的東西 我相信你們是不一樣 給我擠什麼東西 你沒想到 你讓我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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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這個東西 你讓我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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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見沒表演 還開奔馳呢 哈哈哈哈 哪怕是抓到八塊電池吧 電話也那麼大 牛也讓你吹了 願意一下叫什麼 叫完了你們就可以走了 啊 害我自己當初太嚣張 一來弄到這不是 還得踢他 這時候可知道我在公司的位置有多好嗎 這時候可知道我在公司的位置有多好嗎 哎 什麼 怎麼了快點你滾開 是啊 你滾開 你不是說我 我們一向你所 啊你完了我表弟要是不在這個公司 那我的合同才不是密系了我害死我 主事長 我能原來我跟 你們當初讓我跪下的時候怎麼就沒饒了我呀 老闆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們這一幫人計較好不好 原諒我表弟 政務 不知道 但是永遠不會 合同 可以給你 但是 你的金錢 必須給我 跪著滾出去 不知道 我錯了 我會 我馬上到啊 好 我馬上到啊 好 好 好 我馬上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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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很欣賞你的品購 你以後呀 一定大有錢 林出泣你過來出來 怎麼樣 安然 現在是上班時間 你在這瞎叫什麼 你以為你還是老闆呢 還敢去親我家合作 看來 你是找到新的靠山了呀 對 雷書下實在是 麻煩你坐這 這裡是我的公司 你在和我開玩笑嗎 我們孟佳 現在可是住白的女朋友 他現在 就要收購你的公司 我也想賣 可是實力不允許啊 你們有這個本事嗎 很快 一無所有 不要胡鬧了 趕緊跟本市長道歉 你給我背嘴 你幹什麼東西 陳姆教你 我要不要去修一下林初夏 實力很挺有東西 我要去哪呢 去找哪 陳姆教你 陳姆教我這次真的錯了 陳姆教我這次真的錯了 陳姆教你快幫我救救 就是這樣 就是你 哎呀 給我騎鞋子不配 就是 你不看看 你現在都混成什麼樣了 你不是要跟蘇白說過我的公司嗎 怎麼 他不聽著跟我 公主 他就到你了 好 那我就在這兒 公布 我現在不說 我幫你 我夠了 你趕緊過去 走 你趕緊過來呀 好 好 宝貝 我馬上就到 啊 你該怎麼顧 行吧 不該問得還 你說 你就看那個這些行為 行報告我哦 我想 妳這公司 我會真的不上去收購了吧 收購 不怕只有傻子才說得出這種話吧 咳咳 金白 你可來了 誰不知道 剛才啊林初夏都罵你了 你要是再不來啊 林初夏和秋實要打我了 呦 秋實也在 怎麼著 你還要打孟嬌 哼 你的孟嬌 現在跟我在一起 怎麼著 你還想打我 你連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 真是個廢物 他是你的錢啊 這種女人 不要也罷 或是 你給自己的沒用找藉口啊 是吧胡椒 就是 也就是這麼沒用的男人才這麼多廢話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 出軌的女人 說話還這麼理直氣壯 你說誰呢 你 可惡是跟秋實有依陪 你以為每個人都跟你一樣 棒棒不羈嗎 啊 那初夏 現在還這麼囂張呢 等一下 看孟嬌讓你 蘇白 你赶紧把他的公司给收购了 还给我出口气呀 其实啊 这是我跟秋实的事 别管了 秋实现在在我的公司里 这件事我必须管 秋实啊 你可真握呢 就会躲在女人的身后吗 嗯 说吧 你想怎么样 上学的时候你拿钱 你说 这是怎么算送白 陈梦娇 和你在一起 我就是为了侮辱秋实 现在侮辱完了 你可以走了 陈梦 知道 天文家他是坏人 我是过去等会你啊 好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们天启 终身都不会给你们俩伙伙 这下全完了 孙白 孙白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孙白 你看 现在天启在我手上 难道 难道你就不想和我一起拥有天气吗 天气 你自己慢慢享用吧 孙白 我现在才是为什么 你们歌 你现在天气 什么我感觉 我才听说 什么啊 你还真是个强头草 你还真是个强头草 你好好看著我上面寫的什麼 當初是我故意把丘書的紫綠線 換成了真實轉容協議 為的就是試探你是否忠心悔過 可是沒想到 你太讓我失望了 怎麼可能 初夏你初夏我錯了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我們公司 留不下你這種胡作非為的人 趕緊滾 我錯了董事長我真的錯了 不可能了 趕緊滾 看什麼看 還不趕緊跟陳孟嬌一起滾出公司 初夏我其實不想這麼對你的 都是陳孟嬌他威脅我 我們還做以前的好同學好不好 初夏 合同如果簽不成我公司也沒了 可不能連同學也沒了吧 我早就跟你說過 做人不要太囂張 你現在的結果 都是你自己導致 初夏 都是我有眼無珠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我真的改 初夏 我對我 我感覺他 天有誠意 要不然 就原諒他吧 如果你可以變得跟以前一樣善良 或許 我們還能繼續做朋友 真的嗎 我們真的還可以做好朋友嗎 聽說你爸的公司 最近生意不太好 不如你跟我來天氣發展吧 真的嗎 太好了我願意我願你 就是啊就是你幫幫我吧就是啊 偷困你 憑什麼 偷是窮苦家境出身海 憑什麼大家都喜歡你 貼心的 我就像烈焰一樣 我的一切都是你搶走的 這一巴掌是為了我們十年友誼山 這一巴掌 是為了你顛倒黑白侮辱我山的 你接手接手啊 這一巴掌 我希望能打醒你 不要一拓再拓了 我們走 董事長 咱們旗下的車行最近得到多次投訴 他們旗下的總經理以及銷售人員態度極其惡劣 什麼 竟然還有這種事啊 您看 這事怎麼處理啊 這樣吧 你先安排一下 我要去公司內部去做銷售 剷除這些工作 拜 好的董事長 還有 記住了 先不要對外聲張 您好 經理 我是劉秘書介紹過來被銷售的 陸佑你是給劉秘書面子 但是我告訴你 你要不好好幹活 我照樣開除你 我知道了 經理 行了 到那邊站著去 哎呀 哎 我們這兒不要保洁 哎誰他媽是保洁啊 我就不能來看看車嗎 哎哎 你這個人怎麼回事你這是 你好美女 請問您有預約嗎 怎麼的 沒有預約我不能買車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這個店裡的銷售 如果說您沒有預約的話 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下 我幹嘛讓你介紹 我不能自己看嗎 我們店裡的車大部分都是精準 而且車款很好的 美女 這款車的話就比較符合您的氣質 這都啥車呀 就沒有好一點的 女士 如果說你想要好一點的話 那咱們這邊搶 天氣有氣質一定是特別適合 這款車的話呢 是我們店裡最高檔的車 是奔駛大計 現在零售價的話大概在280萬左右 咱們這邊看看 比如說我不能售我 的話咱們去找就埋了 晴祖駕 來沒見一看 那你說事情 你看他穿的那個瓊酸樣 這個要飯似的就這車他能買的錢 你還讓他坐上去了你 你在這幹嘛快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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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乾淨你給我走開 經理 這顧客那不就是上帝嗎 你懂個屁 你這第一天來你就給我作對 你要想不想幹了不想幹滾蛋 你怎麼說話呢你 對不起啊 剛才我態度強硬是因為我進門的時候他對我的服務 沒想到我這樣對你對我的態度還這麼好 謝謝你啊 不客氣這都是我分內的事 哎你叫什麼名字 嗯你叫我初夏就行 那一會我聯繫你 你先走了啊好 你慢走 林初夏我可告訴你啊你可別不聽勸 就這種窮人 這車他能買的起嗎 要一天來一個還不得累死你 你別在這浪費時間 可是什麼可是 別給我找事 我乾滾蛋了 哎哎傑哥來了 傑哥歡迎歡迎 看看我們公司的最新車型 職業病犯了 哈哈哈 你快看這個是我們公司的最新款 嗯 傑哥 那個我麻煩你去走公司的事 行嗎這是太有心情了 好 看這個車 不客氣 你這什麼 怎麼這麼言熟啊 這是我這什麼 這是您說夏嗎 啊 對 嗯 您認識他 我同學啊 聽說前幾年做生意家裡賠本的啊 瞧這樣還是那窮他樣 是吧 等會我去動我他 好 别擦了这车我要了 哎 这不是老同学吗 谁你老同学啊 你现在混的不错吗 拿开你当时我他妈哪摸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是我瞧不起你 还能穷翻样 其实吧 我跟你说个事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啥事呀 其实我不是来打工的 这是我爸爸旗下的一个车行 我过来办点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改不了你的臭毛病 还这么爱装逼啊 老同学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从你那逼样还你下车行 白痴发梦吧 老同学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也不是我说你 你们家同小就熊 同小出来就打工 还这家车行是你啊 也不撒朋友照着 你自己啥兵啊 咱们同学这么多年了 就因为我是打工的 你就瞧不起我吗 不是我瞧不起你 你一个臭娘们 我就奇了怪了 谁给你的勇气 看怎么看啊 你怎么这么失利眼啊 哎呀 一会你家吃哈 一会你来办点事啊 啥家庭呀 装啥呀 你这么羞辱我 你会后悔的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你是发烧呀 还是没睡醒啊 装啥呀 抓紧给我倒杯水下 懂不懂规矩啊 哎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老同学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我这衣服 在哪里买的吗 香港香港买的 你去过香港吗 瞧你那穷翻样 老同学 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啊 现在的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我还真是羡慕你们这些有钱人呢 你 你什么你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太过分了 我就破你了 怎么了 就算你精力来了也得给我面子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想跟你吵架 你想发了 我告诉你 我穷和不穷 都不用你在这侮辱我 你还敢给我顶嘴啊 你再用那种态度给我说 好 从此以后 我没有你这个同学 穷人也就算了 还吹牛逼 我非烦你这种人了 来 你倒是告诉我 我到底哪装了 给你脸不要脸了 我告诉你 任何人都是分档次 真是事态严良啊 我见过有钱人 但没见过你这么高调的有钱人 你个垃圾你知道啥 你知道我在哪家公司上班吗 那你倒是说说 你在哪家公司上班啊 我告诉你 我就在北市最大的集团 就连这家吃行 都是我们家公司旗下的 那不是我爸爸的公司吗 那我倒想问问你 你在公司里担任的是什么职位啊 人事部经理 你信不信我分分钟 让你们经理把你给换掉 你现在的牛真是吹得越来越大了 你是真不相信我的实力 我告诉你 你别在我面前装 你在我面前装 你还不够格 你别逼我 我对你笑 是给你脸 你别不知道好赖 你等着 我等着 经理啊 哎 哎 您呢咋着了这是 马上把他给我开除了 你去总不是事情就交给我了 哎别生气别生气 这点事还能麻烦你吗 你 被开除了 立马滚蛋 你们俩还真是一个豺狼 一个虎豹啊 一个德行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俩为今天的事情付出代价 等我十分钟 我看是谁被开除 今晚听见 还把你俩还还个人 快 都没有 快 就 你 然后 帅 toplum 快 你好 你不配 美女您這邊請 哎你幹啥去啊 你秘書呢 你不是說你有秘書嗎 您能稍等一會嗎我這有顧客 我告訴你一會秘書來不了你給我爬出去 美女您這邊請 美女 感謝您對我的信任 需要幫忙嗎 不用 這件事我能處理好的 好 等你解決 那你等我 你們倆不是讓我爬著出去嗎 好 一會我秘書來了 我讓你們倆爬著出去你們敢嗎 我等著 董事長對不起我來晚了讓您收一切 秘書 他容若 對他就是我們集團公司老板的女兒 我們的新任董事長林初 老同學 接下來該怎麼辦呀 對不起董事長是我破了 是你別生氣啊 是我永遠不是泰山 今天 我就給你們倆一個交代 哎別言董事長 是我永遠不是泰山 是我眼瞎 再說我也不知道您是董事長啊 鬆開 你們是怎麼對待客戶的 這麼大的集團公司 有你們這樣的領導 人渣 公書放在你們這種人手裡 早晚你毀掉 留著也是禍 董事長 老同學 看了這麼多年在附上 你放過我 你別生氣了 你打我也行 你打我也行 你讓我爬出去也行 只要你開心 我跟你說是老同學的時候 你認識我嗎 現在是老同學 你真是個視力眼的東西 董事長 求求你 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吧 密書 帶他出去 出去 哎哎 出東西吧 出去 出去吧 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吧 哎呦 這不是我前女友嗎 在這兒都能見到你啊 哎呀 這不是 牙齊齊 我來替輛車玩嗎 一身的阿姨呢 看也不像是阿姨 別管啥 反正是一身名 你來看看一看 哈哈哈 一身的地攤過吧 你有事沒事 沒事一邊去 你來看什麼 是來做銷售的吧 哈哈哈哈 我不是來演技銷售的 姐今天是來提車的 什麼 提車 我呸 你是想說提自行車吧 你看看這裡邊的車 你哪輛能買得起啊 我倒要看看 哪輛車是你買的 你放開我 喂 這個車就是我買的 就你啊 你能提這輛好車 吹牛的吧 你好先生 請問您到底有沒有預約呀 沒有預約 我就不能來買車了 我就要這輛車 我就要這一台 我訂了 就算你買了還能怎麼賬 公園 跟我來一台和他一模一樣的 這輛車是我們北京限量款的 只有一輛 你別給我整那些名詞 我是農村來的 聽不懂 我也覺得 我的 你這麼早泰銖 是嗎 還蠻這個 essentially 你好 不會 它的話 福利 他能買得起這輛車 我不是自己 我是爆發貨 你可要想好了 你想好了 彪哥 這麼多年 你變化很大了 你的變化太大了 你少做什麼 哎呀 我這個臭打工的 不行也給你這個土豪爆發速讓讓路 這臺車 雖然我交了電金了 那就讓給你吧 哎呀別啊 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哈哈 哎呀真沒勁 美女 把這臺車讓給他吧 那 那好嗎 嘉嘉 看你啊 也買不起這麼一張 不如 我買下來送給你 我都看你半天了 您到底買不買啊 你想幹什麼呀 我就是過來看看車 你們這兒也沒啥好車 竟都是些垃圾 你到底買不買車 你不買車你走開 別在這裡嫌磨叽 我還有事呢 哎呀我也很忙 我還沒再енно 看你啊 買不起來這兩隻 嘿 不好意思 ,我不是,我是 沒事 這都是我們銷售人員 平常都會遇到 了 那我先看一下车框吧 你干啥去了你啊 你去哪了啊 慌慌张张的干啥去了 我刚才啊 让我给咬了 咋了 没事吧 咬哪了这是啊 你不知道 刚才啊 我在店里看到我前女友的 看他在家里面 他那样子 好像还踢了一辆豪车 踢了一辆豪车在哪呢 在里边 走会会他去 你还满意吗 你好 好什么好我喊你 不好意思美女 因为我这边有顾客 刚才你喊我确实是没听到 请问你有预约吗 预约预约个屁啊预约 我没预约你不让我记 或说你没有预约的话 我可以找一个销售 带你先看一下 找啥销售 你不是 是啊 我是销售 那就不用别人了 就你了 不好意思美女 我这边有顾客 你能稍等一下吗 等啥等 我不差钱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车给我拿来 那好吧 那我先带你看一下我们店里的奔驰荷宝马 行 别给我肉弯子了 什么车 这是我们店里的限量版 限量版 你带我是农村土豹子 瞧不起我啊 不好意思美女 我之所以没有给你介绍这辆车 是因为车 那位小姐已经静下来了 静下来了 这不是还没提走吗 我今天就要买它 这位美女啊 做事情 总要想的先来后到吧 先来后到 我也不差钱 这叫合理竞争 没毛病吧 他们两个人都没了 是不是有什么猫衣 要不咱们就将计就计 行 只要不出一发也不行 好 我懂了 要车是吧 签了合同 这车是你的 好啊 哈给你把合同给我递过来 你好顾客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简查一下车辆 交一下尾款 签量车你就可以开走了 哎呦呦 今天这个车我得好好检查检查 你是故意的吧 什么我是故意的 哎呀妈呀 我的车呀 这样吧美女 我先找板净器给您喷一下 板净器 我要原装器 那我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喂修理部吗 请问 还有没有奔驰的原车漆啊 没有啊 那好吧 这样吧美女 呃 您的定金啊 我先退给你 现在暂时这个漆 还没有原装进口的 等到我们修完了 您再来买好吧 什么过退回去 今天这个车我买定了 第一 我等不了那么久 第二 我必须要原装漆 赶紧的 先过去 您不要强人所难好吗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漆 你必须给我弄它 否则你这个店就别想开了 我见过不讲理的 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 但是 我从来不怕会讲理的 是吗 那好啊 今天这定金和这车我都不要了 我就要把它给砸了 好 你砸一个试试 我倒要看看 这是怎么砸的 喂 搞定了 进来吧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你这话怎么又不来了 这就是我给你说起过的 貌美的话 才艺过人的我媳妇 想必 你刚才已经要过了 你们何其伙来欺负人 助理 来一下 你想 人多欺负人少是吧 那又怎么样 我们是消费者 我们又没犯法 你们能拿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 我也想跟你们讲道理 但是 如果你们不讲道理的话 也别怪不客气 你这个人渣 亏我以前和你在一起过 呸 我告诉你 这个小娘们 这里没有你的事 赶紧给我滚蛋 要 不就 你给我住手 你给我等着 帮我调查一个人的背景 还有一家贷款公司 好 我知道了 还有你 别在这给我磨叽 抓紧时间 把车的赔款给我拿来 要钱 没有 要吗 警察局界 要吗 我来帮你解决 还差多少 姐 这钱咱不能给的 抓紧时间把这个钱给我倒账 我们就走来 小妹妹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那都不是事 我要让他们吃一欠 掌一致 这卡里有300万 拿去 赶紧给我滚蛋 哈哈哈哈 卡到手了 走 咱咱我走吧 哎 这车确实大气 来什么时候也没一辆 说着生 有钱啥不能卖 哈哈 大哥 小拐子 哎大哥天我天你我哪里走 啊 大哥我 我没钱 我没钱我真没钱 没钱 你他妈这不是钱吗 我 哦 佳姐 现在人在这里了 我拿回我的卡 人就交给你出来 明白 佳姐 嗯 啊 大哥别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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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那那 卡里有钱 卡里有钱 什么 卡里有钱 你怎么能卡尸你 你怎么 啊 没想到带走链子 大哥大哥 这链子是假的 是假的 我不管你真假 今天你必须换钱 你 否则我他妈废了你 我求求你再宽限我几天吧 再宽限我几天吧 我 没钱 没钱你来 是好 你骗谁呢 啊 我不管那么久 快点点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你竟然是这种人 欺负人 狗眼看人低 你 小子 要不欺骗整个世界 你都不罢休是不是啊 啊 大哥 大家求你别大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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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问你 还敢不敢出城了 还敢不敢带来车行捣乱了 大哥 你别打了 再宽限我们几千 我们即可还给你 你们这种人渣活该被打 我希望 通过今天 可以让你们知道 人情 才是最重要的 任何人 都比你们强 事到如今 你就说说吧 你到底欠大哥多少钱 还欠六十万 不 你 利息呢 你把他把利息吃了 大哥 事到如今 我想他已经长记性了 他之前的车款 我退给他 剩下的 我借给他 你这是干嘛 小姑娘 很上业 那利息呢 我就不要了 本金你还给我 我 謝謝大哥 得饒人處且饒人 再給你一副機會 希望你以後 好好過人 謝謝謝謝 謝謝 你真是做大事的這樣 以後集團有你接手 一定會越來越好 多謝夸獎 那以後 我們就是朋友了 好的謝謝啊